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7月4號 星期一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目前國際社會越來越警惕中共的全球性威脅 長期關注和研究中國問題的 前法新社資深記者董尼德 近日發布了新書 揭露中共政權背叛世界 並如何在偽裝下對國際社會進行滲透 成為可怕的全球掠奪者 根據臺灣媒體中央社的報導 董尼德在書中披露 去年9月份 法國國防部下屬的軍事學校戰略研究所 公布了一份長達646頁的重磅報告 而這份報告在公布前 被送到了時任法國外交部長的手中 但是由於報告涉及的內容太過震撼和敏感 最後竟然由總統親自拍板才允許公開 據悉這是全世界史無前例的一份 完整揭開中共在世界範圍內 控制和滲透的重磅報告 這份報告有50多位學者 用了兩年多的時間研究完成 揭露了中共政權正在如何一步步的挑戰全球 其中列舉了中共三大戰法 以及統戰滲透世界 透過非武力的政治戰爭 輸出共產主義霸權 利用華為收集全球數據 滲透收買各國媒體等機構或個人 操作輿論 掩蓋疫情與活摘器官等事實 報告還揭露了中共隱秘操作輿論戰 心理戰 法律戰 威脅臺灣 以及中共對海外的跨國鎮壓 報告中更是用了大篇幅觸及了中共害怕的禁區 報告中有多達79處提及了法輪功團體 揭露了主導迫害凌駕法律上的中共610辦公室的內幕 以及如何跨越國境鎮壓迫害法輪功團體的事實 針對作者董尼德在新書中提及的這份報告 法國社會學家 政治學家和遠東政治問題專家 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現任香港進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 亞洲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員高靖文表示 無論是在外交戰略 經濟或人文方面 現在是歐洲 包括法國 必須檢討對中關係的時候了 高靖文最後強調 中國的政權指的是中國共產黨 而並非是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 中共政權是個擁有約9000多萬黨員 由60萬精英領導階層利用鐵腕手段 和完全不透明的方式所操控的龐大國家機器 是全世界的首要威脅 當前主宰中國命運的是中國共產黨 而其儼然已經成為了全世界民主的頭號敵人 當前中共政權企圖挑戰美國及其盟友 特別是臺灣海峽和南海等地區的國家 如果全球的領導權被中共霸權所取代 那麼民主國家的未來將會是如何 屆時 民主國家將無可避免地處於劣勢 而全世界的民主價值將岌岌可危 近日 有中共的外交界消息人士向日本媒體披露 俄羅斯總統普京6月15日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通電話時 曾邀請習近平訪問俄羅斯 但習近平以防疫為由表示近期很難訪俄 從而婉拒了普京的邀請 日本獨賣新聞評論 普京這樣做似乎是希望藉由習近平的到訪 避免進一步加深與美國和歐洲的衝突 以及日趨升高的西方經濟制裁壓力 而普京在今年2月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時 曾與習近平發布聯合聲明 中方提出兩國合作沒有上限 依照外交管理 普京這次向習近平發出了回訪的邀請 依外交禮儀 習近平應該回訪俄羅斯 外界普遍預期 習近平將在今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尋求連任 因此正在力求國內與外部環境穩定 報導說 習近平近日前往香港出席 主權移交25週年的慶祝活動期間 仍在深圳過夜 也凸顯出了中共當前的政治敏感和安保緊張程度 中共和俄羅斯的軍艦4號幾乎同時進入了 日本沖繩間隔諸島領海外援的皮聯區 日本外務省已經向中共駐日本大使館表示了重大關切 日本媒體報導 中俄似乎已經在事前套招 製造中方軍艦進入皮聯區的機會 以坐實中方實質支配間隔諸島的印象 日本海上自衛隊在上午約7點5分 在釣魚島西南方的皮聯區發現一艘俄國海軍巡防艦 約7點44分 又有一艘中共海軍巡防艦進入了同一區域 停留約6分鐘 大約7點50分離開 俄國的巡防艦則是在大約8點16分離開皮聯區 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在附近嚴密監視 《產經新聞》報導 受到埃利颱風的影響 東海風浪極大 俄國巡防艦似乎是為了避開大浪 進入尖閣諸島 西南方皮聯區 中共軍艦則以監視俄艦名義 隨後進入了同一水域 中俄軍艦幾乎是同時進入尖閣諸島皮聯區 這也是中方軍艦第四次進入該水域 上次是在2018年的6月 報導指出 中俄轟炸機5月間 才在日本海上空邊對飛行 中俄軍艦6月繞行日本列島一周 雙方關係密切 因此這次很可能是事先已經套好招 讓中共軍艦以警告俄艦名義 直闖釣魚島皮聯區 坐實中方實質支配釣魚島的印象 中共海警船也曾對進入尖閣諸島皮聯區的俄國巡防艦 主張領有權的勢力 但這次從海警船升級為軍艦 釣魚島的緊張局勢將進一步的加劇 日本官房副長官穆元成二在4日的記者會中強調 不論在歷史或國際法上 尖閣諸島都為日本領土 外務省也向中共駐日本大使館表示重大關切 7月4日澳門開始對全市60多萬的居民 啟動了新一輪的核酸檢測 當局希望藉此控制不斷上升的病例 目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博彩中心 正面臨疫情開始以來最嚴重的疫情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所有居民將在本週進行三次測試 人們還需要在這期間進行抗原快篩測試 週日澳門報告了90個新病例 使6月中旬以來的感染總數達到了784人 有超過1萬1千人處於隔離狀態 雖然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還沒有開始像上海那樣的全面封鎖 但該市已經基本關閉 所有非必要的政府服務都關閉了 學校 公園 體育和娛樂設施都關閉了 餐館只能提供外賣 賭場被允許繼續營業 但大多數的工作人員與一般市民一樣 都被指使留在家中 政府表示 它不會關閉賭場以保護就業 澳門將堅持中共的清零政策 不惜一切代價 清除所有感染 該政策與試圖與病毒共存的全球趨勢背道而馳 澳門與中國大陸有一個開放的邊界 許多居民在毗邻的珠海市生活和工作 在澳門疫情升溫之際 中國江蘇安徽省近期也傳出疫情 兩地都實施了封控措施 其中 長江三角洲製造業重鎮無錫 也在周日收緊了防疫措施 今年的7月4日是美國獨立建國之後的246歲生日 如今 美國正面臨40年來最高的通貨膨脹 以及關於墮胎權和擁槍權的激烈爭論之中 在種種動盪和兩黨嚴重分裂的混亂中 美國人仍然興高采烈地慶祝這個傳統節日 當天 美國總統拜登致辭 7月4日是全美國的假日 人們會成群結隊地去參加花車遊行 在後面燒烤 然後再聚集在夜晚的星光下觀看煙花 過去兩年 由於防疫的限制 許多現場慶祝活動被取消 今年是三年來第一次恢復正常的獨立日慶祝活動 色彩絢麗的煙花點亮了華盛頓DC 紐約 西雅圖 芝加哥和達拉斯等城市的夜空 因為供應鏈短缺的問題 鳳凰城今年沒有煙花表演 國會大廈的7月4日音樂會 也將在停辦兩年之後 再次回到國家廣場的美國國會大廈西草坪 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 7月4日是一個拋開政治分歧 慶祝團結的機會 也是能夠讓他們維繫在一起的共同紐帶 根據蓋洛普的最新民調顯示 65%的美國成年人對這個國家表示自豪 這比2020年高出兩個百分點 但卻是自2001年開始進行這項調查以來的 最低記錄 大多數人都表示 他們為自己是美國人感到非常自豪 其中共和黨人佔84% 獨立人士62% 民主黨人52% 7月4日 拜登在一份慶祝節日的聲明中 慶祝了7月4日 說美國最好的日子還在後面 拜登在推特上寫道 7月4日在我們國家是一個神聖的日子 他是慶祝我們國家善良的時候 這是地球上唯一一個建立在一個理念之上的國家 人人生而平等 毫無疑問 我們最好的日子還在後面 拜登還向那些誓死保衛國家的軍人致敬說 我們永遠欠那些為保護我們安全做出巨大犧牲的人 美國伊利諾州當地官員表示 芝加哥郊區高地公園7月4日 舉行美國國慶遊行時發生槍擊案 已經有6人遇難 另有31人受傷送醫 槍手明顯是從屋頂向群眾開火 警方正在追捕這名再逃嫌犯 網友分享的一段視頻顯示 遊行隊伍正在進行中突然槍聲響起 原本聚集在人行道上的觀看遊行的人們陷入慌亂 一時警笛聲大作 一名目擊者表示 有20多聲槍響 拜登週一對這起槍擊事件做出回應 他表示 他和第一夫人對毫無意義的槍支暴力感到震驚 在這個獨立日 他再次給一個美國社區帶來了悲傷 官員們證實 這次槍擊事件中至少有6人遇難 31人被送往醫院 警方在現場發現了一支步槍 據信嫌疑人從屋頂上開槍 嫌疑人據信仍然持有武器很危險 警方說 嫌疑人是一個非常活躍的槍手 槍擊事件似乎是完全隨機的 在現階段的調查中 警方認為只有一名槍手 目前當局仍然在尋找嫌疑人 表示嫌疑人是一名18到20歲之間的白人男性 黑色長髮 身材矮小 身穿白色或藍色T恤衫 觀眾朋友 您覺得習近平借疫情為理由拒絕回訪俄羅斯 會不會導致中俄關係產生裂痕呢 歡迎留言分享您的觀點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聲TV的頻道 就請幫助我們訂閱 點讚和轉發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感謝您的觀看